而經營假髮生意的Annie 就利用自己的專業 去為癌症病人出了分力 我認為每一個企業 都應該要有社會責任 因為如果企業能夠做到有社會責任 社會就會更加和諧 而我認為做生意 不應該每一件事 都是要為了賺錢而做的 我希望每一個病友 如果他們帶了假髮之後 可以重拾自信和美麗 這就是令我最開心的事 Annie是今屆香港十大 結出青年的其中一位得獎者 他有私人工作室、製造和設計假髮 主要是傾銷至海外市場 而近年在香港開設的三間門市 就專門為癌症病人服務 其實以前我做假髮的時候 都沒想過可以幫助病人 因為光顧我的人 可能都是藝術或模特兒 直到2003年 那時候妹姐自己身體有事 她也有找我要假髮 我看到她戴了假髮之後 又有開演唱會 又有拍廣告 很有自信、很開心 我才開始察覺到 原來我的假髮都可以幫到人快樂 或者可以幫到人治療 他們心靈上的需要 那我就慢慢再去鑽研 有甚麼假髮是比較適宜病人的需要 再引發起我開這個中心 但其實你開這個中心之後 幫助這麼多的癌症病人 你自己有沒有錢賺的 其實我開中心 價格真的比外面低 可能外面零售賣真頭髮的價錢 我平均都可能會有 大概六折到七折左右 比起外面的售價 其實中心就不賺錢 說真的那句 但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要賺錢 因為每一個企業都應該有社會責任 而且我覺得我最開心的是 因為我賺了快樂 我幫別人和幫我自己 儲了很多快樂,我覺得 Annie說 初時只是把多餘的假髮貨板捐贈出去 後來因應病者的需要 特地製造一些假髮 送到不同的癌症機構 其實每兩三個月 我都會準備一些假髮出來 然後通過不同的機構 例如香港語言基金會 這類型的中心 將我的假髮再轉給有需要的病友 Annie計算過 由06年到現在 已經捐贈近千個假髮 而剩下的迴響還很正面 大部分的語言患者 如果不是早期的話 都要做化療 化療很快就已經有副作用 就是剃頭髮 剃頭髮對女士來說 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除了治療過程中的辛苦之外 剃頭髮的形象 是低落 她的自信心也減少了 所以當這個計劃虛行了之後 其實是幫助了很多語言患者 找到她們自己正面的形象 令到她們的信心大增 雖然身為老闆 但Annie很多時候 都會落手落腳幫客人修改假髮 你也看到我現在逐條逐條頭髮 這樣勾上髮網上 這種度身訂做的假髮是用人手做的 Annie又教導員工 凡是要從客人的角度出發 幫她們挑選一個最合適的假髮 我試過有個客人 他可能選中一些像這些 做了顏色的顏色 其實當他還未有病時 他很喜歡染頭髮 但他沒考慮過 其實他可能在休養期間 他未必會整天去廁所染頭髮 而且他的臉色可能比較蒼白 我會跟他說 可能這樣的顏色 令你看起來沒那麼精神 對你的心情也會有影響 我會提議選一些深一點顏色 讓整個人看起來比較鎮定 心情也會好很多 在未來 Annie打算成立一個非牟利組織 去收集頭髮 再織成假髮 捐贈給基層病人和患癌兒童 令更多人受害, 更多人感受到愛